下一位选手 张义轩 他的教练是高海军 出名的高海军老师 张义轩这位选手 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他在19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是获得了季军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这个选手的特点 我们就看见他的速度就很大 在女选手来讲 勾手三周 接通路三周 勾起的三三连跳 第二个连跳的周数 存在一些问题 六三周 在这一刻翻身 靠近了音试 人家 人家 0.17 1.17 1.25 4.22 5.85 因为这个选手可以跳三跟半啊 之前有点脸过 这个女孩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当时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一个娇小的小姑娘 现在就已经都已经毅力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女子弹若华 发育的时候会对她们有很大的影响 一旦控制不住 然后我们就看到可能 你可能以前会的这些跳跃就逐渐的没有 因为她的这个身体发育了以后 她对你的这个跳跃能力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说发育观是女选手的一个关键点 有很多选手可能小的时候还都不错 在上升空间的时候 这个体重没有控制好 然后导致可能一到成年了 没有了 说还不错了 小学生怎么不见了 就因为是由于这个发育影响了 她之后的这个发展 是 我们会的 我们双儿华对这个体重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短节目得分五十四点五八分 好